新北市卢州分出了一名远警陈昭宏 2016年7月份直前时候不幸遭到酒驾 女子碾断双腿 一度让她陷入到痛苦之中 直播幸运的是很多人向她伸出了援手 帮助她走出阴霾 如今事发三年之后 现在这名远警陈昭宏 她向警局递出了退休申请 她要用武党籍身份来转战新北市立法委员 双腿粉碎性骨折右脚膝下截肢 一场车祸毁掉了远景璀璨的前程 2016年7月 新北市卢州分局的远景陈昭宏在执勤的时候 不幸遭到吴赵佑酒驾的女驾驶陈以恩 碾断双腿 当年的痛苦回忆立立在目 如今三年过去了 陈昭宏转换跑道 向警局提出了退休申请 并以武党籍身份参选新北市第一选区的立法委员 因为受伤这段时间受过太多的照顾了 希望说出来可以帮这些团体做发声的动作 然后也希望可以对警察团体 就是可以为他们争取一些权利 这样子 怎么也忘不了自己受过了这么多的帮助 陈昭宏转出腿上阴霾决定出战立法委员 家人也都不支持 父亲他的态度是不支持 但也没有反对 那就是 就是做我想要做的事情 然后为自己负责这样子 虽然家人大多不支持 但陈昭宏下定决心要走上这条路 但是从警戒跨足到政界 也让陈昭宏压力善大 一度陷入失去双脚的伤痛 却幸运得到许多人伸出援手 陈昭宏投入选战 不只要为这些团体机构争取福利 更要回报这本恩情 接下来 让人如此联系